所以他前几年才离开台湾 对 OK 好 没错 我们换回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的时候所谓 这个 1949年的12月8号 从重庆 蒋介石一群人 因为被共产党打得没地方去了 只好跑到台湾来 他要来台湾 其实他真正要有两个选择 当初完全没有选择台湾 他只选择两个地方 一个是云南 因为那时候云南还没有 还没有赤化 还不属于共产党 那时候还是鲁汉的势力范围 另外一个是海南岛 所以 海南岛后来为什么白重庆 跑到海南岛去了 结果呢 鲁汉那时候 他准备从重庆 听说了 这个在真正的那个史上 只是一些其他人把它记载 真正的我们念人历史 不会念到 他是从重庆飞机 本来要降落昆明的 结果才收到信息 说鲁汉叛变了 已经我共产党了 没有办法再重新起飞 然后就带台湾 来到台湾 其实那个时候 共产党已经非常清楚 他的飞机到哪里 那时候听说是那个朱德 他那时候在福建广东那边 他一直发电报给北京 那时候那个给毛泽东 到底要不要打他的飞机打下来 蒋介石就在那飞机已经快来了 他从从那个昆明一直一直要接近了广东的 结果的问题是怎样 那个电报一直没回去 到底要不要打都不知道 最后就让他飞到台湾 这个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到底是毛泽东是故意把他放水 还是说怎么样 为什么他不回 就没有回 没给钱 他就来了 就是因为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什么从重庆 然后就跑到台湾来 那我们要